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3日 这是今天第五场读报点评节目啊 首先给大家报道一个好消息 突发美宗变提名 四通桥的英雄彭丽发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哎呀,这是个大事,美国国会提名呢 这个超震撼 我们知道上一次获奖的这个刘晓波是我们大远人 可我所在的是一个区域啊 后来刘晓波并逝在监禁当中啊 这是个悲剧啊 现在美国继刘晓波之后啊 美国国会提名彭丽发诺贝尔和平奖的角度啊 这是一件大事 也就是诞生了新的领讯人物啊 这可是占作在低线冷漫在狱中苦渡铁窗生涯的英雄啊 大家不要遗忘他啊 没有他三年内解封是不可能的啊 你看看,从地方啊 这年轻人多潇洒是吧 目光如序,一直坚定啊 挑战中共强权是归机余力啊 而且他这个在大桥上挂住标语的时候策划特别好啊 你想一想,在如此严酷的这个政治环境里 20大即将到来 而且他本身就是单枪匹马,就一个人 或许还有暗中帮忙,现在不太清楚 反正是给我感觉他经过精心策划 潜伏的非常深,总共一点都没有察觉 或者是察觉了可能有些公安属于这个飞鞋亚军对立派来说 故意放水也说不定 反正一个人是驾车到了桥顶上 对不对啊,非常从容的 一方面是这个挂起了横幅 那个横幅是很大的啊 后来又是点燃了这个风火 风火台是吧 然后播音 喊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啊 而且还有人在一个好的视角给他拍摄下来 然后传遍整个世界 因为他会翻墙等等等等啊 选择了地点又在大学云记曲是吧 又在六四爆发的时候就是在学生 集中的地方 对吧,可见这次特别成功啊 发了新闻稿说该委员会主席提名中国抗议人士彭立发 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新闻稿奖呢 加拉戈尔主席今天宣布 将提名 彭立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以纪念他反对习近平和中共 威权统治的历史性創意活动一周年 正好这几年这时间过去 这几年其实中国已经发生了革命 这革命只是分了几个阶段 对吧,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白纸革命 然后这个白发革命 鞭炮革命 最后菜刀革命 对不对 现在革命仍然在地火在运行 会找到这个燃烧点的 我相信下一步 这篇文章讲啊 说是加戈尔他宣布这个消息的 说2022年的10月13号 被许多媒体称作四通桥人的彭立发 就是大桥英雄 将提名获得这个 这个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 展开了两面横幅 反正两面 横幅上写着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风俗要自由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农彩做公民啊 这就是刚理刚理 刚理性文件 加拉格尔议员办公室的新闻表讲 彭立发的勇敢行径 引发了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 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推动了中共结束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 在这之前西云 主导下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是什么呢 不走样 不动摇 是不是啊 等等等等 非常的强硬 最后值得 草草收场 因为这可能 在彭立发的感召下呀 才爆发了这个 河南省的 是吧 不时靠 会武军人的起义 还有各个全国各地 乌鲁木齐等其他地方发生的 所以导致西平不得不让步 消息人证实 彭立发还活着 但目前无法确定挖下地点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消息啊 说是他现在已经把他的眼睛搞坏了啊 现在不太清楚到底怎么样 反正肯定是监禁当中啊 就像就从就如同当初监禁这个 武汉这个艺人士啊 一样 就是方斌一样啊 后来方斌 获释了 现在估计可能被软禁当中啊 那么彭立发但愿他能够勇敢的活着 坚持能够走出监狱和大牢 对不对啊 成为未来即将诞生了 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 他说目前没办法确定他挂下地点 他的妻女在北京遭到严密监控 美国资金家当局 未公布任何相关司法程序 中共不敢的 因为老百姓大得民心这件事 是吧 他如果公布的话 那就可能使老百姓又记起他 习近害怕 这是一条消息 还有一条消息啊 这是刚刚看到的 自由压电台报道了 数量惊人 白宫发布图片 朝大规模转运军火 共俄 就朝鲜 大规模的开始运军火给俄罗斯 被抓到证据的 10月13号 白宫宣布 朝鲜已经向俄罗斯 运送了1000多个集装箱的军事装备和弹药 用于其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 乌克兰战争 上个月当朝鲜最高领导的精神前往俄罗斯会见普京总好 这篇文章介绍 并参观并重要军事设施的时候呢 人们开始猜测了啊 就是北韩可能会计划补充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矿日持久战斗 大量消耗的弹药储处备啊 你看现在俄罗斯不禁挺狡猾的 趁乱啊 看这个海马斯袭击的这个伊斯兰 美国的精力分散了 马上开始反攻啊 在乌冬地区啊 据说在顿巴斯这个地方 这几下集结了十一万大军啊 这个形势非常危急啊 白宫国家军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委员科比周五表示 美国认为金正恩正在寻求以这些弹药来换取什么俄罗斯尖端武器机构 推动什么呢 推动朝鲜的军事核计划 白宫发了图片 已经证实 这些集装箱被运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企的船上 然后呢通过火车 轰轰轰轰运往这个俄罗斯西南部 白宫讲这些集装箱是在9月7号到10号 10月1号啊 期间从朝鲜罗金运往俄罗斯部内的 特别讲我们谴责朝鲜民主主共和国 向俄罗斯进入这些武器 他们被用于袭击乌克兰城市杀害乌克兰平民 并进一步推动俄罗斯这个非法战争 这条消息显示美国可能要下一个要出台新的制裁措施 我们再看万维网的另一篇消息 路透社的惊爆西方对中动向 对西方对中文国的动向开始变了 大型银行开始做准备了 搞不好是不是要给他剃除史外的系统吗 路透社报道 英国大型银行正在为应对未来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升级做好准备 已经有银行机构在进行相关的规划了 代表汇丰银行摩根大空在内的300多家公司的英国金融游说团体 有这么一个游说团体叫UK France 表示他们已经与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分享了这个规划了 这个规划进行对资产所有权和控制的透明度 以及中国产品的可追溯性进行调查 并研讨西方与中国在各个行业 包括技术等高风险领域 供应链中的商业联系程度 探讨某些如果应用于中国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的措施 如果他制裁把他剃除史外的系统 就像对了俄罗斯这样 美国也受损 所以得研究这个事 哪儿大哪儿小 看他损失 所以现在美国和中国这关系 我看走不回去了 这场大战即将来临 这些规划的负责人叫尼尔·威利 他说这项工作是在西方与中国围绕台湾地理争议 不断升级的出货管制 对于中国间谍活动的指控 以及北京对企业的安全打压的背景 在这背景下呢 那都搞的 另外有三位人都的高级银行 贾密明表示 他们董事会已经开始讨论了 未来对中国更严格制裁的可能性 比如说中国在银行一些钱的时候可能冻结了 中国要冻结别人 反制 还做好准备 从大规模网络攻击到对台湾的军事干预的各种情形 都有可能引发对中国的进一步制裁 有中国可能趁量要打台湾 我认为但金融公司对风险依然非常敏感 伦敦市保险公司已经提高了对设计台湾风险的费用 费率 削减了这个保险侵盖的范围 担心中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因为中国要去采取军事行动 可能就模仿这个哈马斯这样 突然间我跟你讲 就干起来 我认为他会 他没有别的办法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他不认为会有类似于俄罗斯制裁的重演 就不会制裁着我 我认为他会的 并希望商业现实进入到与中国相关的外交政策的决策 这是今天刚刚看到万云港的新的消息 还有一条消息 也给大家简单讲讲句 就是内塔尼亚湖 现在态度非常强硬 他们将摧毁 我们将摧毁哈马斯 说现在这种打击是仅仅是开始 你看现在慌慌懒炸是吧 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尔 周五晚在一次不同寻常的讲话中 是这样讲的 以色列将摧毁哈马斯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兵将以更大的力量来结束战争 我看有的媒体讲说 地面这个攻击可能要停止 他不会停止 他选择时期 内塔尔讲这仅仅是要开始 我们的敌人 刚刚开始付出代价 我不想多说 这仅仅是开始哈 给大家看看 他的这个眼神 你看下次来的哈 现在已经开始这么讲吧 这场这种争斗升级了 是吧 这场战争啊 现在是逐步的开始升级 很难再走回去了哈 世界就是这样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 你要改善关系啊 是不是难 突然慢 你要是一旦是双方翻脸了 干起来 那速度就死了 有的时候真是难以预测了哈 这个平时就是我认为主要是习近平撬动的 习近平上来以后 不知道要和美国争老大 保斯公把整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啊 内塔夫在讲话中讲 今天我们都明白 我们为自己的家园而战了 不是为别人 为我们所有人的家园而战 我们像狮子一样战斗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敌人的暴行 我们不会原谅 也不会让世界和其他人忘记 过去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 看来救恨 新仇都来了 内塔夫讲 在过去的几十个年头里 我们与敌人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而这个仅仅是开始 我们的敌人才刚刚开始付出代价 我告诉你们 就仅仅开始 我不会告诉你们更多细节 但这仅仅是开始 那就它已经有个大级规划 因为美国两个航母都压上来了 这个下一步可能是惊天动地了 内塔夫表示呢 以色列在打击哈马斯斗争 获得了大量的国际知识 包括什么呢 公众舆论和美国的军事援助 他最后讲 我们将消灭哈马斯 并取得胜利 这需要时间 但我们将以以往更大的力量 结束这场战争 美国之所以来这么多的航母量手 那就是证明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了 应对什么呢 就是他如果地面部队进攻的话 很可能这个珍珠党就开干了 然后伊朗 是不是啊 叙利亚 等等 埃及什么的态度都不好说呀 现在很大的事啊 据以色列国土报 《中午报道》 在过去24小时 对加沙地带的突袭当中 以色列国防军部兵和装甲兵找到了失踪的以色列的尸体了 以及其他有可能助于找回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人的物品 现在人质还在他们手里 还在这个哈马斯手里 以色列国防军部兵和装甲兵和装甲兵们还摧毁了这个战场上遇到的恐怖基础设施的恐怖小分队 其中包括一支向以色列发射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哈马斯小分队 这是发广的消息 这个消息最后讲以色列方面警告这个居住在加沙北部的一共是110万人 让他们赶快撤离家园 你问撤离家园谁接待他们 因为有迹象表明在哈马斯与失业期的发动造成13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之后 以色列将加大对该组织的报复性这个攻击的哈 这是今天网络上几条重要新消息哈 这个过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这个报道和评论 谢谢再见